早上 我叫蓮修賢 我算是蓮 跟蓮政無關 我們第一課是什麼 有沒有看到那個課表 剛剛有看到課表 從戰爭史看台灣的歷史地位對不對 剛才延續民主長剛剛講的 很多跟各位延伸一下 我們去國民黨已經騙了六十九年 到今年為止六十九年 這六十九年以來 我們都討中華民國在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這樣對不對 你念的是這樣子嘛 我開場白跟各位講 張阿波 昨天下午 我女兒 國中二年級 在討历史課 國中一年級啦 說不對 太多女兒 第四個女兒 這個 我有六個女兒 這個這個這個 對 對 抱歉 我昨天第四個 我先講 這是真的 我講一個正常的 早上第四個女兒 在上歷史課 都上到 日本侵略台灣 我們都有唸到嘛 日本侵略台灣嘛 結果他就跟老師說 老師日本沒有侵略台灣 因為 老師已經知道說 他 想過台灣民間府的 他就跟他同學說 很了解 所以老師說 你下課才跟同學說 我上課要上我上的 我上課要上我上的 結果下課 他們同學在那邊問 就一群同學 就繞著我女兒說 為什麼 為什麼日本沒有侵略台灣 他說 美國才有侵略台灣 他就開始這樣 下課十分前 講到每個學生都坐在那 天啊天啊 泡泡泡泡 在那說 哇 真的喔 為什麼他可以講正確的 我們台灣的歷史 為什麼可以講得這麼清楚 這麼了解 這麼清楚 因為他有上過初級班 有上過高級班 就像各位現在做的一樣 各位現在坐在這裡 不是像初級班 國級班 你上網以後 你對法理就會很清楚 你很清楚 你就會言之有誤 所以他從 台灣沒有光復節 台灣的愚人節 剛剛秘書長講的 他就這樣從頭到尾 因為他的複數能力很強 他把中國的文學學得很好 所以他可以從頭到尾 把秘書講的講給他聽 然後他們同學只問說 哇 那日本人進來台灣 我們怎麼辦 他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本土台灣人 他問每個同學 你爸爸是什麼人 你媽媽是什麼人 他開始做調查 他回來跟我講說 把我們這裡很多 本土台灣人 所以我們同學 很多都可以領四分前 我女兒他們在學校都一直在 跟同學推廣 跟同學教育 跟同學說明 這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的下一代 都還在念錯誤的歷史 我們這一代已經錯了 我們下一代都還在念錯誤的歷史 你就會像現在很多熱血的年輕人 全部都在立法院對不對 他們這樣做到底對不對 到底有沒有用 我先從這裡跟各位分享一下 各位知道 剛剛講ECFA 剛剛講福茂 你知道福茂是誰跟誰簽的 中華民國的什麼單位 海基會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什麼單位 海協會 海基會跟海協會簽了福茂對不對 你上網都可以找到那個公文 那公文寫得清清楚楚的 從頭到尾沒有台灣兩個字 他們在簽什麼福貿易協定 甲方的那個什麼服務單位 可以集資到乙方的服務單位 然後乙方的服務單位 然後從頭到尾都沒有講說 甲方是誰 乙方是誰 不用講甲方乙方 從頭到尾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在簽國內法 從ECFA以後 他們就在簽國內法 所以從頭到尾裡面 合約沒有一個台灣 那請問一下 在簽ECFA 在簽TIFA 在簽這些世界性的 這些協議的時候 是要誰跟誰簽 是一個海基會跟海協會簽 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要跟中華民國簽 應該是國家跟國家簽不是嗎 應該是兩個國家簽 為什麼會是兩個單位 便宜行事嗎 沒有啦 這樣比較好騙台灣人嘛 繼續騙嘛 繼續騙嘛 然後那些年輕人就很熱血的 全部都衝到立法院去了 他們想要怎麼樣 我上課以前常常在講 因為我本身 我是做教友訓練的 我常常在做訓練 那我們在訓練 在美國專修的就是在講注意力 他現在把所有的年輕人的注意力 都移到立法院 到底對不對 那個 那個 阿K我們有一個那個 我在講那個什麼 那個法令 新的 新的那個投影片 我看一下 那個在 好沒關係我先講這個 等一下這個裡面也可以講到 這裡面我們先講到 剛剛講到那個法令 跟各位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在講注意力的同時 我們在講 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要做對的事情 還是要把事情做對 請問一下各位 做對的事情比較重要 還是把事情做對比較重要 很多人都會告訴我 把事情做對比較重要 很多人告訴我做對的事情 對不對 到底是什麼 很很繞口對不對 把事情做對比較重要 還是把事情做對的事情比較重要 把事情做對 有什麼不重要 有什麼是不對的 對 你一開始就不對 一開始就跟你說 中華民國在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不對 你在跟他講 你要跟他講得對 有可能 所以這裡面就講到一個 我們台灣 我們可能不太了解 我們用類比的 用比喻的方式 我請問一下各位 克里米亞可不可以公投 你們了解嗎 我們都有去上網查過資料 你會看到全部都是俄羅斯語 你真的看不太有 到底克里米亞可不可以公投 到底是克里米亞要辦公投 還是烏克蘭要辦公投 克里米亞為什麼可以辦公投 他們辦公投的 到底有沒有效用 我們講 當初我們就回到當初 當初中國人來到台灣 幫台灣人全部改成中華民國國籍 對不對 那時候改成中華民國國籍 我們有沒有意願 我們有沒有志願 他們合不合法 我們都知道 你們現在上過課你們都知道 一個國家的人民 要改變他的國籍 三個要件 第一個要志願 第二個要有意願 第三個要合法 他跟全世界講 台灣人有志願有意願 因為他拿槍桿子脅迫我們 拿在我們頭上面 你要不要改成中華民國國籍 不改就死 改的就是中華民國人 所以我們當然都有意願有志願 因為被槍逼著 但是合不合法 完全不合法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 在國際上去走 所以你會發覺 在國際上 你只看到中華台北 沒有看到中華民國 所以這裡面的 這個要件 就跟各位講合法 好我們來看克里米亞 他公投合不合法 當初 當初 克里米亞怎麼會到烏克蘭的手上 各位知道嗎 上一下歷史課 那是因為有一個俄羅斯的總書記 叫做赫魯雪夫 赫魯雪夫他有一天心血來潮 沒有他們就剛好在畫邦連 他說好 那時候整個都是蘇維埃的邦連 他就說 克里米亞播給烏克蘭 所以他把他親手把克里米亞送給烏克蘭 然後烏克蘭開始實行憲法 他的憲法沒有急於克里米亞 有 所以克里米亞施行的是烏克蘭的憲法 所以克里米亞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是烏克蘭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各位昨天晚上上課有沒有上到 什麼叫做殖民地 什麼叫做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這裡面就會知道 他那個時候是合法的成為烏克蘭的一部分 所以你不用去管說 烏克蘭跟克里米亞到底是邦連 還是他的一個自治區 還是他的一個省份 還是一個他的什麼點點點 他最主要他是實行 那個克里米亞是實行烏克蘭的憲法 就像今天我們來看大英國協 大英國協到底有幾個國家 他裡面到底有幾個邦連 有沒有 有那個北愛爾蘭對不對 有威爾斯對不對 然後有那個英國 跟還有哪一個國家 四個 我一下忘記了 然後我們再來講到 那大英國協的憲法 他基於哪些國家 請問一下澳洲 澳洲也是大英國協的一部分 那澳洲有沒有澳洲自己的憲法 有 所以澳洲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那紐西蘭呢 紐西蘭他用的是大英國協的憲法 還是紐西蘭的憲法 錯 他用的是大英國協的憲法 所以他是大英國協的什麼 一部分 因為他用的是大英國協的憲法 所以你會發覺 每一個國家 當初台灣實行的是哪一個國家的憲法 日本帝國的憲法 所以那時候台灣在1945年的4月1號 已經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我在講這些 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在國際法裡面也有分 到底哪一個是最高的法律 最高的法律叫這個 叫什麼 四個字 萬國公法 什麼叫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裡面 底下開始衍生了戰爭法 國際法 你會看到戰爭法 國際法和那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些的母法 都要遵守萬國公法 所以如果 我們現在來問各位 如果日本帝國的憲法 跟萬國公法有抵觸 哪一個比較大 萬國公法 美國憲法跟萬國公法有抵觸 哪一個比較大 萬國公法 所以你知道萬國公法是 全世界 類似一個叫做地球法 就是整個地球的法令就對了 他走到哪裡他最大 所以萬國公法裡面就有規定 萬國公法裡面開宗明義就有規定 因為從1830年 拿破仁戰爭之後 萬國公法就講得很清楚了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這個叫做萬國公法 如果沒有這個萬國公法 全世界就會亂了套 各位知道嗎 如果沒有萬國公法 美國打伊拉克 打贏了 佔領了伊拉克 伊拉克變誰的 所以在1830年之前 陳吉斯坦他們在征服全世界的時候 他們會說 戰的就是他的 所以那時候陳吉斯坦他打到克里米亞 所以克里米亞那時候幾乎全部都是 那個陳吉斯坦的後裔 全部裡面的人 那時候幾乎所有的人口都是達達人 那為什麼現在克里米亞公頭會 會直接跳到俄羅斯那邊去 為什麼他們會百分之九十六點六 都要併入俄羅斯 都支持併入俄羅斯 都支持併入俄羅斯 230萬人口 他們全部都要併入俄羅斯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因為達到人不見了 陳吉斯坦的後裔不見了 裡面都只剩下俄羅斯人 裡面都只剩下俄羅斯人 廢話當然頭這樣 我現在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今天中國大陸 中國 派了三千萬個中國新娘 嫁到台灣來 開始要投票 這三千萬個中國新娘 隔了五年六年之後 都具有中華民國的國籍 現在台灣變成五千多萬人 開始要投票 中華民國來投票 說要公投 我們到底要不要回歸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覺得勒 當然會 因為三千萬票對兩千三百萬票 不是嗎 所以俄羅斯 他們俄羅斯的人 一直移民到 克里米亞 所以你會發覺 克里米亞的人 大部分都變成俄羅斯人了 烏克蘭人 達達人都變得少數了 這樣到底合不合法 不合法 你要發覺 我們今天從法令來談 我們今天在談的 我們來到這裡在學什麼 法理的台灣 不是嗎 我們今天都不是在學政治台灣 也不是在學情感台灣 我們今天在談的是法理台灣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覺 從這些例子 你就會慢慢的去了解 我從這些概念開始去談 你就會了解到說 我們到底在談什麼 我們要怎麼樣 讓我們的朋友明白 你跟你朋友談 你們會有一個困難點 真的會有一個困難點 因為他已經被 詐騙集團騙得很習慣 所以呢 他會再幫詐騙集團算錢 然後你突然跟他講說 那些錢是你的 那些錢是你的 他會很驚訝 不可能啊 這是詐騙集團的 我每天都幫他算錢 他說不用 你不用繳中華民國的稅金 你不用當中華民國的兵 他們會聽得很困惑 他們注意力會錯亂 注意力有一些階段 第一個階段叫固著的注意力 什麼叫固著的注意力 我常常在講固著的注意力 就像一個信念的桌面 你在桌面上面寫著中華民國是台灣 然後你底下一定有很多的桌腳 去支撐你那個信念 所以你會發覺到說 當我的桌面寫著中華民國是台灣 我用很多信念去支撐的時候 那個叫固著了 他怎麼聽都聽不進去 你當你在錯亂他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適當的去指引他 他不會覺得自己瘋了 他會投射 所以我女兒去跟人家講說 台灣沒有光復節 他的同學都跟他比這樣子 說他瘋了 當一個人在講真話 然後其他人都聽假話 已經聽習慣了 突然他聽到真的訊息 我們在講 我們全世界最有名的例子 他都一直講真話 結果卻被吊在十字架 不是嗎 他一輩子都講真話 結果他被吊在十字架 講真話要死人的 那你要不要繼續講真話 還是跟著他一起被騙 反正得過且過繼續被騙 如果講真話 不用死人 講真話可以改變社會 可以改變台灣 你要不要講真話 我們繼續講真話 從這些時間 從這些日子以來我發覺 需要時間 我們有一個童心 他2009年就加入了 他一直不斷的告訴朋友 他非常熱心 也會到捷運站去發傳單 結果他的家人都不進來 去年他很感動的告訴我 他弟弟加入了 四年的時間 他最親的人 他花了四年的時間 他把新台灣都翻爛了 戰爭史 戰爭史也翻了 剛剛有人四天就來 那兄弟感情比較好 沒有他弟弟一直在挑戰他 Challenge一直在挑戰他的一些想法 但是真理是越變越明 講到後來他弟弟同意了 那通常會這樣子 你會發覺沒有關係 很難進來的人 他不一定 他很難改變 但是他一旦改變之後 他就會全心全意去 去告訴大家台灣民進政府的理念 所以開宗民意 我們今天要談戰爭史 要談這些法令 要談這些萬國公法 談這些過去的歷史之前 我們現在先讓大家知道 我們台灣民進會的主張 跟我們台灣民進會的立場 每次開會之前 唱完國歌之後 是不是都有在談這四個 那這四個你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你的概念清楚了 你的概念清楚 你才有辦法去跟朋友說 第一個是什麼 根據國際法理 給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知道台灣的國際地位 哪有正常 為什麼不正常 人家說 正常怎麼不正常 我們都可以參加任何國際組織 我們也可以參加奧運 對不對 有什麼不正常 人家會跟你變啊 而且那些中國訓練出來的口才都很好 我從小也是中國訓練出來的 我打辯論隊 學演講 學朗讀 因為我媽媽以前在廣播電台 當那個節目主持人 所以從小就訓練我 講到我的北京話 我到中國的時候 他們會問我哪一省的 他們不會問我是不是台灣來的 我在中國很適合生存 因為我在中國我會講話會捲舌 會咬文嚼字 所以他們聽我的口音是很道地的 可以去跟他們騙 那台灣國際地位哪有正常 為什麼不正常 人家問你為什麼沒有正常 沒有國際地位 為什麼沒有國際地位 你告訴我台灣國際地位 要怎麼才有正常 好我跟各位講一個很簡單 你可以用這個去跟他講說 為什麼奧運代表隊 到國外不能升起中華民國的國際 為什麼奧運代表隊 在國外要升起五環旗 而且他們都叫做中華台北隊 這樣有正常 到底什麼叫做中華台北隊 各位知道中華台北的正確的名稱嗎 Chinese government exile in 台北 中國政府流亡在台北 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所以台灣的國際地位 一點都不正常 台灣沒有國際地位 因為中華民國在台灣 台灣在中華民國 只有在台灣本島可以用 到國外去 人家會跟你講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台北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所在地 除了台北之外 都不是中華民國的 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這個是很可以合乎解釋的 我跟各位報告 二次世界大戰 那時候 德國打敗了法國 打敗了波蘭 波蘭的政府就落跑了 法國的政府也落跑了 結果他們兩個不約兒童 都流亡到倫敦 為什麼會流亡到倫敦 離德國遠一點 還隔著一座海峽 所以呢 倫敦那時候就有英國政府在倫敦 其實不用英國政府在倫敦 我們就叫英國倫敦 然後另外一個也叫波蘭流亡政府在倫敦 第三個是法國流亡政府也在倫敦 那邊有三個政府 要聽誰 請問一下聽誰的 聽英國的大家都知道 這很簡單 難道波蘭的流亡政府 他們在選他們的政府官員 在投票的時候 會叫英國倫敦的人民去投票嗎 會不會 不會 法國流亡政府那時候在倫敦 波蘭流亡政府也在倫敦 那他們選舉的時候 會叫倫敦的市民去投票嗎 不會 當然不會 因為不關他們的事情 那今天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他們在選舉 為什麼叫我們台灣人去投票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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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不對 不對 我們根本不用去投票 我們根本不用去投票 所以根本 從頭到尾就錯了 我們只是在把事情做對而已 那些立法院的熱血年輕人 也是想要把事情做對而已 有沒有效 一點效用都沒有 而且從頭到尾他們也不用去爭 他們簽的福帽 然後簽的ECFA裡面從頭到尾都沒有賣台灣 哪有賣台灣 他說把台灣賣掉了 沒有啊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台灣 所以那張合約是隨時可以終止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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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幾個國家簽的 超過40個國家 日本跟超過40個國家簽的 他裡面有提到但書 如果有一些沒有簽約的國家 因為那時候中華民國還不知道是誰的 不知道到底是毛澤東還是蔣介石的 所以中華民國沒有跟日本簽 舊金山和平條約 所以後來有補簽 舊金山和平條約裡面 他有講到 中華民國跟日本簽的條約 就算簽了日華條約 也不能超過舊金山和平條約 因為舊金山和平條約是母法 就像舊金山和平條約不能超越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是母法一樣 所以 舊金山和平條約裡面就有提到了 日本天王的權利 日本天王的權利被suspend 被吊在那裡 他有權利 但是他沒有辦法主張他的權利 所以他的all title all right 跟all crime 所有的主張 這些是被吊在那裡 所以 就現在和平條約裡面很清楚了 日本 他放棄台灣的所有的主張 權利跟義務 但是他有沒有指定收受國 沒有 他完全沒有指定收受國 所以依照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會 當初台灣是被誰軍事佔領 不是日本 絕對不是日本 台灣是被美國軍事佔領 好 那台灣被美國軍事佔領 所以美國就有權利 來對台灣主張 來對台灣行使權利 來對台灣行使權利 萬國國法裡面有規定 他的主張 他的權利 一直到當地的平民政府成立為止 當地的平民政府開始正式運作為止 那台灣 台灣從美國軍事佔領 我們日本放棄 日本天皇放棄他所有的主權 那個時候到現在 台灣有沒有成立過正式的平民政府 現在有了 現在有了 各位現在就在這裡 台灣平民政府 你們各位將來就是台灣平民政府的官員 政務官 所以這個概念一定要清楚 不然你 你一個出的單位 你等下 像我們以前講下部隊 你一直到 你進去單位之後 你一直去單位 你會發覺 你一個人說 中華民國流氓政府在台北 你會看到 三四十個人 你的下手人跟你說 中華民國在台灣 你要跟他們挑戰 他們所有人都在說 老闆你說不對 因為現在你是他們的老闆 你去關他們 你跟他們說 中華民國流氓政府在台北 現在已經算去平坦了 算去金門媽祖 你說 中華民國在台灣 我們六十九年來 全都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你要怎麼跟他們說 你要怎麼去告知他們 所以你的新台灣人 如果沒有念得清楚 台灣戰爭史沒有念得清楚 你會去人公道 那裡面很多博士碩士 他們滿口都是仁義道德 都會告訴你 我們歷史的偉人 民族的救星是蔣介石 你跟他說 不是 他是殺人魔 不對 他是栽培我的 我有拿中山獎學金 我還當到中華民國的總統 對不對 你跟他講說 不是 你那個是拿了那個殺人魔 給你的錢 然後來台灣繼續殺人 他會相信嗎 他會同意嗎 所以 你要很清楚的告訴他們 我剛剛在講的一個 你可以用很多的例證 我們常常在講 舉一反三 你從克里米亞可以跟他們談 你從福茂可以跟他們談 你從當初的流亡政府在倫敦 三個政府在倫敦 誰是唯一合法的政府 英國 如果波蘭流亡政府 跟法國流亡政府 他們要成為合法的政府 不要再流亡 他們的唯一的 唯一的正解是什麼 就是回到他們的國家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如果不要再流亡 如果不要再流亡 唯一的正解是什麼 回去中國 推翻那個習近平 對不對 馬英九把習近平幹掉 不是嗎 他就可以中華民國就復辟了 不會現在在南京一個石碑 1911到1949 中華民國在這裡 如果這個國家繼續的繁榮昌盛 應該是1911 dash 後面沒有 南京寫得很清楚 中華民國 1911到1949 他活了38年 那為什麼又這樣子 像老妖精又多活了69年 那是因為我們台灣人 太好騙了 我們太好騙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 我們接下來有很多方式 對我們的等一下初級班 正式的教材裡面 有告訴各位 我們會再用很多方式 他們跟我們玩兩手策略 當初 你不服從中華民國在台灣 你不服從改成中華民國國籍 唯一死刑 真的 他那時候就用戰爭時期的 他用那個戒嚴 殺人 可以沒有那個聲音 沒有條件 我們的那個蔡老師 蔡委員長 他裡面就有提到 他當初就是在 他當初去海軍裡面 他就很天才 他就跟他講說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他就去換關 他在海軍軍官的裡面 他這樣講 他被關了15年 包括在綠島 他說被移到台北警備總部 在那邊訓問的時候 他說他在地下一樓 地下一樓 還不是疼 打在那裡睡 怎麼聽到地下二樓 地下三樓有哀嚎 可是他坐電梯下來 只有地下一樓 他被警備總司令部 怎麼會有地下二樓 跟地下三樓 他會問那邊的 他就跟人家開槓 會怎麼有人在打 會怎麼有人在打 只要那個時候 你不是承認你是中華民國 你不願意規劃中華民國國局 就到下面去 那邊都有老兵在那裡伺候 掐死一個5塊錢 掐死一個本土台灣的精英5塊錢 就放最老 他說原來台北警備總司令部 不是有地下一樓 還有地下二樓 地下三樓 那個下水道 日本幫我們做的下水道多好 直接衝出去到海裡面 很可憐 我們這樣的精英這樣 228事件 這些整個白色恐怖 我們到底多少的台灣的知識份子 我們裡面潘信琴潘老師 他裡面有提到 他最怕聞到白色百合花 他說那時候 他爸爸是醫院的院長 代表我們台灣人 去跟中國人協商 他跟你講得很好聽喔 Goshiation 我們來協調 談判 一去不回 他哥哥去找他爸爸 也沒有回來 接下來他看到就是 一堆白色的百合花 他爸爸跟他哥哥躺在那裡 他們都 去找那些台事 他們沒有討論 所以他看到白色百合花 他會戰鬥 我們看到白色百合花 我們覺得很香對不對 我從小就很喜歡百合花 對他來講 白色百合花是非常恐怖 跟痛苦的經驗 你各位知道嗎 這樣子的透過這樣的時間 他用這樣 你不歸順中華民國 我就把你殺無色 這樣殺了多少 台灣人各位知道嗎 歷史上有記載多少 一千多個 那真正呢 從日據時代有戶籍 到台灣這些白色恐怖 結束之後 戶籍不見的 有多少 各位知道嗎 二十二萬五千人 那他不是殺人魔是什麼 他怎麼可能是歷史的偉人 民族的救星 他不是殺人魔是什麼 你只要書唸得好一點 唸到大學畢業 你只要事業有成 在那個時代 在六七十年前 你只要能夠代表台灣人民的 我就不讓你代表台灣人民 你只要是台灣的知識分子 我就不讓你成為台灣知識分子 所以那時候開始 台灣人 我的祖先 我的爸媽 從小就告訴我們 不要碰什麼 不要碰政治 不要碰政治 為什麼不要碰政治 你碰政治會死人的 一碰會死 為什麼政治等於死人 很奇怪 政治為什麼會死人 因為中華民國不讓你碰政治 不讓你本土台灣人碰政治 不讓你本土台灣人醒過來 所以他只要你本土台灣人怎麼樣 當醫生就好 沒有去賣兵 第一座醫生 第一座醫生 本土台灣人以前就說第一座醫生 第二賣兵 第二賣兵還是第二賣兵 第二賣兵 第二座醫生 給我賺錢 村子都不要去賣 你不要想要去當外教官 你不要想要去當立法委員 不要想要去當那些什麼民意代表 因為那些會讓你死掉 所以在那個時代 我們的長輩們 我從小就看到我爸爸 有一個很大的 那個衣櫃裡面就放滿棉被 然後呢 朋友來 我們本土台灣人來 他就從棉被底下開始削 一直削 削什麼 檔外雜誌出來給他看 那個時候都是禁書 從小我就是看到這些 然後這些你不能跟人家講這裡有書 千交代萬交代 如果你交代 如果你跟人家講這裡有書 我們全家都有事情 所以我們小時候很怕警察 會告訴你警察很危險 警察會把你抓起來 警察有什麼好怕的 我掛著紅色車牌 在路上這樣跑這麼久 遇到過兩次警察 兩次警察都對我很客氣 第一次是因為前面塞車 工程車 然後我就下來看到底要多久 然後那警察在旁邊指揮 警察也沒辦法 因為那工程車就是 很白目的開到一個死巷子裡面 進退不得 那我們要趕去機場 左邊也不是 右邊也不是 然後警察下來以後就 很尊敬的跟我敬禮說 您是哪一國的那個大使嗎 要不要我幫您這個指揮一下 讓你趕快去機場 我說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他說那你是哪一國的大使 我說這個很難講 你可以回去上台灣民政府的官網 因為時間緊迫 我真的那時候在趕時間嘛 我趕著載我姑姑去機場 結果那個工程車 他就很尊敬的這樣問我 因為我那天也是這樣全覆 因為我要去台北州 所以我就這樣全身就是穿得很整齊 當然你如果穿的便服 可能他就不會這樣問 因為我兩次遇到警察這樣 在高速公務也是 他也是問我是哪一國的那個大使 因為掛紅牌嘛 所以那些警察都會認為 你是哪一國的大使 我本來要跟他講說 我是台灣國的大使 這樣講他就會問得更麻煩 我們不是台灣國的大使 我說這是美國軍事政府發的車牌 在國際法 在戰爭法裡面都有依據 所以你可以上台灣民政府官網 七個字 我還特別跟他交代七個字 台灣民政府官網去看清楚 上面都有解釋都有說明 我們為什麼可以合法的去發這張車牌 所以各位知道 我們開宗民意一直在告訴各位 一個國家的人民 要改變國籍 要志願 要意願 要合法 要有志願 要有意願 要合法 所以今天中華民國 他拿槍頂著你 你沒有辦法 你說我有志願 我有意願 但是不合法 所以你被改成中華民國國籍 在萬國公法裡面就規定了 佔領 不得移轉主權 這些你可以讓他們很清楚知道 當初美國打伊拉克七日戰爭 沙漠風暴 七天就把伊拉克攻下來了 他要把伊拉克國民聚集起來 然後說你們現在全部改成美國公民 成為美國第51週嗎 有嗎 沒有啊 他們開始馬上成立伊拉克平民政府 四個月辦了300張 伊拉克平民政府的身份證 300萬張 我們現在要做的回去就是要告訴大家 你如果是本土台灣人 你一定要趕緊辦這張身份證 每次出去外面跟朋友第一件事情問他 你敢是本土台灣人 你可以用這樣子開始這樣開宗明義的問他 你是本土台灣人嗎 他一定跟你說是 要嘛就是要嘛就不是 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第二代 還是我是半山 各位知道半山是什麼 年輕人半山 知不知道不知道 半山就是一半 一半在中國的山 一半在台灣的山 沒有啦半山就是一半是中國人 一半是台灣人 父親是台灣人 或者是母親是台灣人 母親中國人 父親中國人 他會告訴你 我是本土台灣人 你就要接著問他 你可以問到每一個人 你都可以這樣開口去問他 我到7-11都這樣去問 你敢是本土台灣人 他一定跟你說是 我說你怎麼證明 你要怎麼證明 你要怎麼證明 不用 剛開始不用這樣子 你剛開始注意力要讓他錯亂 你可以拿出身份證給他看 上面寫什麼 中華民國 再來大家最喜歡看的東西 叫什麼 叫現金 對不對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看現金嗎 現金上面寫什麼 你要拿一千塊的 你不要拿五百塊的 一千塊比較大 拿兩千塊更好 上面寫什麼 中華民國 行車執照 中華民國 你任何證件都寫中華民國 你怎麼證明你是本土台灣人 對不對 他會錯亂 注意力第二個階段叫錯亂 我們在引導別人 你要去引導小朋友也是一樣 你看小朋友如果在地上 哭哭鬧鬧 在百貨公司 你越拉他他會越怎樣 歇斯底里對不對 在德國的教育不是這樣 德國的教育 從小朋友開始在百貨公司 歇斯底里的時候 他們就會每一個父母都一樣 因為通常在台灣不一樣 台灣你如果不吵他 你如果不管他 百貨公司小姐會出來管他 我小朋友小時候也是這樣 他就在百貨公司他看到一個 他一定要的時候 他在那邊歇斯底他不走 眼淚鼻涕都流出來了 那時候百貨公司小姐 會過來哄他 因為會吵到百貨公司其他人 對不對 在德國不一樣 在百貨公司如果出現這樣的狀況 所有的人都不會理他 那小朋友會覺得 自己好像是瘋子一樣 小朋友很聰明的 真的他們很聰明 他們在德國我們都看過 因為常常世界各國在跑 你在那邊無理取鬧無理哭鬧的時候 他們德國的父母 德國的保護公司 櫃檯的人員都講好 都不去理那個小朋友 他一個人在地上 中在那裡靠 五分鐘 沒超過五分鐘 沒人要插他 他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 不是嗎 所有的任何人做任何行為 根據科學研究 通常男生如果嗓音比較低一點 他們有做過實驗 在火車站地上畫一個方格 他用這樣子 不要靠近我的方格 不要靠近我的方格 他很大聲 沒有人理他 不要靠近我的方格 不要靠近我的方格 他很低 大家就會自動跳開 還有很多人莫名其妙 為什麼他因為嗓音低沉 如果那個人又很垮 大家都不敢靠近他 在火車站公共地方 地上畫一個方格 沒有人敢靠近 因為他看起來很寬 嗓音很低沉 他就引起你的注意力了 那通常有一個狀況 在瘦小的男生 都會去挑戰那個方格 什麼狀況 各位知道嗎 他旁邊有個美女的時候 沒辦法 再怎麼樣 就算被打也要有男生的叫小 對不對 因為旁邊有一個美女 很奇怪 女生就是會讓男生這樣子 做一些莫名其妙衝動的事情 所以 在現場 在德國那個現場 小朋友都已經知道 一次他們就知道了 從此以後 他們就會去西斯底 無理取鬧 這個是注意力 當你在跟朋友 在談注意力的時候 你要注意 你剛開始談注意力 他一定有一個故作的觀念 他是本土台灣人 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些觀念 你要慢慢的 用他錯亂的注意力去破解 你就可以問他 像我常常問他 我說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個問題你要很簡短 讓他很容易聽得懂 你如果講得太複雜 聽不懂 我說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個法國跟波蘭都被德國打敗了 所以法國跟波蘭的流亡政府 都逃到英國 那他們在英國呢 他們可不可以自己成立一個政府 可以 但是他們可不可以佔領倫敦 不可以 他們都說不可以 像現在西藏流亡政府在德蘭沙拉 他可不可以把德蘭沙拉佔領起來 然後告訴他們說 德蘭沙拉就是西藏 西藏就是德蘭沙拉 不是印度的 可不可以 不行 中華民國跑到台灣來 為什麼可以 就可以佔領台北 然後就說整個台灣是他的 他會愣了一下 因為他會解釋 他就在想是八年抗戰 所以我們中國人 回歸祖國的懷抱對不對 他會告訴你解釋 他如果根據國際的法律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佔領不得就地合法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 他會錯亂 他會問你說 那台灣是誰的 不是嗎 通常我朋友問 不是中華民國是誰的 中華民國現在就在治理台灣 對 他是台灣的治理當局 你這個時候才可以下指引的指令 麥克阿瑟將軍當初第一號命令 昨天我女兒才有笑 他講到麥克阿瑟將軍 所有的同學都豎起耳朵 說誰是麥克阿瑟 沒人知道麥克阿瑟 因為歷史不太會念到 所以你會發覺 很多同學都說他蠻請贏的 他跟我講說 爸我昨天幫他們 全部上了一堂正確的歷史課 十分間 告訴他們正確的台灣歷史 每個同學就問他說 我要怎麽辦台灣的身分證 我也讓他帶著 我也讓他帶著身分證 他可以去秀 這是本土台灣人的證明 我是本土台灣人 上面有寫TW 不能寫PTW喔 不能寫那個 CE喔 CE是什麼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的人民 上面要寫TW 才是本土台灣人 所以我女兒昨天去幫他們 上了一堂歷史課 那我們在講 整個在講那個注意力的時候 你在跟朋友在聊 你不管在怎麽聊的時候 你只要以萬國公法為 做一個基礎 你就不會八九不離死 你要知道萬國公法裡面 就有提到 兩件事情 佔領不得遺傳主權 所以 我們現在 要跟大家證明 我們是本土台灣人 只有這一張 當然還有紅色的車牌 美國軍政府發給 本土台灣人的紅色車牌 當然還有我們未來的旅行證件 但目前你可以證明的 就是本土台灣人的身分證 上面寫TW的身分證 所以他們也都知道 你上面寫TW 你才是本土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以後有什麽好處 這些各位回到州裡面 州辦公室都會告訴你 本土台灣人的好處多多 那你辦這張身分證 接下來會問到Q&A嘛 朋友會問你 辦這張身分證有沒有危險 台灣人嚇死 有沒有危險 他會問你啊 我們報到目前為止 我們在2萬多張的台灣身分證發出去 2萬多張 還沒有人有危險 拿出這張然後說 一拿到這張 拿這張出來就被人家嚇死 沒有啦 所以不會有危險 那公務人員會不會有影響 會不會有影響 軍公教人員會不會有影響 告訴各位 我們這裡也許在座就有 我們這裡每一期現在都有軍公教的人員 軍隊裡面的 然後甚至警察裡面的 比較高階的主管 都來這裡受訓 我們當然需要更多的本土台灣人來受訓 因為我們接下來我們要轉移 我們的那個 我們要把治理當局的那個 所有的那個治理權 轉移到我們民政府的手上 我們當然需要更多的專業人才 所以我們歡迎各界 你在裡面你已經很熟悉的一些 運作的一些官員 你們來受訓 我們真的很歡迎 但是你們要真的很認同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不是台灣 你真的要了解 中華民國現在在哪裡 中華民國未來會在哪裡 中華民國當初也要繼續流亡 當初他把台灣人 全部改成中華民國國籍的時候 英國跟美國都有詢問 這些是我們告贏 秘書長告贏美國之後 我們的文件開始解密 我們可以去美國讀一些機密檔案 就會看到當初 當初 英國跟美國的政府他們在協調 問馬尼拉 可不可以讓蔣介石流亡到馬尼拉 因為他違反國際法 違反萬國公法 然後馬尼拉說可以 我們接受蔣介石跟蔣經國 中華民國流亡到馬尼拉 但是期限是兩天 兩天之後他就要再移轉 那個美國跟英國說 太沒有誠意了 哪有流亡政府只有兩天 好歹也一兩個月三四個月 他們有機會在那個 像西藏流亡政府在德蘭撒拉多久了 很久了 所以 蔣介石跟蔣經國就沒有流亡到馬尼拉 剛好又遇到韓戰爆發 所以他才會苟延殘喘 那未來他們真的可以流亡 他們有一個 因為中華民國還有最後兩塊屬地 是屬於他的 叫金門跟馬祖 那在金門現在已經 蓋了一個行政長官公署 非常大 我們很多高砂組都沒有去那邊 幫他們協助他們蓋那個 長官公署 他們說是金門的 可能未來的一個大飯店還是什麼 其實是金門行政長官公署 你上網都可以查到 八層樓非常大的一個建築物 以後中華民國的官員 都會在那裡辦公 他們可以遙控平潭金門馬祖 那平潭現在也都 房子都蓋好了 中華民國的 中國人的第二代 都可以去平潭 去登記 都有房子可以領 這些都是中國人的福利 他們自己都會告訴他們的自己人 不會告訴你 那你知道中華民國 那個福建平潭 現在是誰在那裡 治理整個福建平潭 各位知道嗎 像在那帶頭 宋楚瑜 所以宋楚瑜找到他的第二村了 台灣省長沒有做起來 去做平潭的省長 好 我剛剛各位提到這裡 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要正常 台灣的國際地位要正常 就一定要把中華民國離王政府 局限在台北 或者把中華民國離王政府 移到其他的地方去 這樣台灣的國際地位才會正常 台灣一定要 所以我們才會一直不斷的呼籲 美國總統 請你實現救濟戰和平條約 對台灣實行完全的佔領 這裡面我們常常在提到一個問題 今天他請中華民國來佔領 合不合法 合法 因為他是主要佔領全國 那他請他來佔領 要不要為他的行為負責 要 當然要啊 所以他那時候 美國法院才會判中華民國的 台灣本土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煉獄 本土台灣人69年來無國籍 這個無國籍 各位要了解這個概念 什麼叫無國籍 今天我們台灣人去娶中國的新娘 生的小孩是台灣籍還是中國籍 然後越南籍的新娘嫁給台灣人 生出來的小孩是越南籍還是台灣籍 各位都知道 因為我們無國籍嘛 所以我們這69年來 無國籍美國要負責 所以我才會一直不斷的呼籲美國 開始施行對台灣全部的佔領 請你實現舊金山和平條約 我們在今年的4月28號 舊金山和平條約實行52週年 我們會在自由時報頭版登廣告 呼籲美國歐巴馬總統 You must do it 你必須要做 完全對台灣佔領 這才是合乎國際法 才是讓台灣的地位正常化的開始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真的要靠美國 要靠美國的軍事政府 不是靠美國的國務院 靠美國軍事政府 當然國務院 CIA他們都是協辦的單位 通常同樣的 軍事政府有告訴他們說 如果我們給你的命令 違反萬國公法 違反國際法 你們可以不遵守 違反戰爭法 你們可以不遵守 就像當初去年的4月25號 美國突然有個消息告訴我們 你們可以發護照了 你們可以發護照 秘書長那時候一聽發護照 台灣護照 我們是獨立關稅領域 我們不是分離關稅領域 我們是被戰爭法佔領在台灣 是一個獨立關稅領域 我們是一個獨立關稅領域 我們不能發行台灣護照 我們只能發行日本台灣護照 但是我們不能發行台灣護照 我們既然在被美國軍事佔領 我們可以發行什麼 旅行證件 我們只可以發行旅行證件 所以你接到錯誤的指令 你就要有一個很清楚的概念 它是不合法的 它在考你 你也會被考 你們將來出去都會被考 所以你要很清楚的概念 我們只可以發行旅行證件 就像當初流球發行 美國軍事政府流球居民旅行證件 一樣的道理 講到流球我就會講 他們真的是 有的時候不見得 我們常常在講說 有用建立在無用之上 吃虧就是佔便宜 這我常常告訴我的學生 流球剛開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吃了大虧 因為在1945年的4月1號 日本天皇宣布 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也就在那個時候 日本駐紮第十方面軍 關東軍最強的軍隊在台灣 美國在打仗的時候 他們會有戰術考量 所以他們就實施跳島戰術 我打中途島 我打流氓島 跳過台灣島 因為台灣那時候是到主力部隊集結 跟日本軍正面部隊集 那個打會吃大虧 所以他們直接跳島 跳到流球 所以1945年的3月26號 他們開始對流球進攻 一下就把他佔領了 所以他們打敗了流球 完全佔領流球 所以在那個時候 流球就會成立流球的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在那個當下 在那個時候 流球吃大虧 結果他們後來佔便宜 他們很快就回到日本祖國的懷抱 這台灣六十九年來 去弄 不管是啃老子老啃族 我們的 剛剛委員長在講說馬英九是僑生 你知道對僑生多少 各位有沒有最近有沒有聽到一個叫老啃族 老啃不是啃老老啃 那些僑民 一四人在僑民 一四人在國外賺錢 中國的僑民 不是台灣的僑民 結果現在的僑民 現在的僑民 他們回到台灣來 他說他坐飛機回來裝飾 他坐飛機回來看醫生 都比當地 都比在美國 在馬來西亞 在韓國這些 醫療費都便宜很多 所以他們全部 這些老啃族 都回來花台灣的健保費 然後他們花的健保費 是台灣人民花的健保費 大概本土台灣人大概花1比1 剛好balance 他們花的是1比1.7 也就超過70% 他們的醫療資源 多花了我們70% 所以我們健保每年都要賠錢 所以你發覺健保每年都要加健保費 加台灣人的錢 然後去養那些僑民 都老是在搞這種政策 所以台灣怎麼會富強 這個叫老啃族 然後他們還 他們還非常的義正言辭 我們對台灣也有貢獻 貢獻在哪裡 因為我們領的是 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所以我們至少 幫中華民國多一個人 將來投票多一票 所以台灣可不可以公投 台灣不可以公投 本土台灣人才可以 公投也不能超越國際法 克里米亞可不可以公投說他們要不要獨立 不可以 因為他們超過萬國公法 俄羅斯的軍隊進到克里米亞占領了 但是不得移轉主權 因為主權在烏克蘭 主權不在俄羅斯 這是萬國公法 所以我們要遵守國際法 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就進來的民調約 然後呢 我們也不會跟他使用暴力 那些熱血年輕人 真的如果有人有機會 真的去教育他們 不用在那邊跳 因為台灣沒有跟任何人牽服帽 台灣沒有跟任何人牽服帽 所以他們不用在那邊跳 我們不用使用武力 不用使用暴力 不用去敲破那些玻璃 然後爬二樓三樓 你想看看 那是陳偉廷 陳偉廷不是跟他們 爸爸媽媽說 你不用煩惱 我不會煩惱 如果我們女兒子在那裡這樣 弄破玻璃 跳來跳去 我不會煩惱 他這裡二樓爬一樓 一樓爬二樓 老爸你不用煩惱 我不會怎樣 你不會煩惱嗎 你根本不用去做那件事情 所以我們不要使用武力 不用使用暴力 但是我們用各種方法 讓流亡中華民國 結束在台灣的佔領 所以我們不配合他的政策 他實施的任何事務 我們不合作不配合 但是不合作不配合 各位要有那個guts 你不繳健保費 你就不要使用他的健保資源 因為沒有繳健保費 就會被鎖卡 你不繳國民年金 你不繳勞保 不繳他的 然後但是你違規還是要被罰 那個車罰款 到時候我們還是會收 所以你做錯事情 你一定要費 但是他的那些叫你去當兵 叫你繳稅 你可以不用理他 但是你要那個guts 所以我們對他的推動的事務 不合作也不配合 這是我們的民政府的主張跟立場 那我剛剛裡面有很多提到 因為在放頭裡面有一點 會有點時間不太夠 我們直接看到我們初級班 要上的那些教材 初級班的那個必修教材 讓各位可以知道 所以我剛剛講的這些 你沒有辦法一下子去這個整個理解 跟那個了解那整個概念 你一定要透過時間 你不要一下子 回去以後就熱血沸騰 像那熱血青年 老人那個有年紀的 突然都年輕二三十歲 然後開始去跟人家宣導 你會去用怕錢 然後你會人就是這樣子 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你就軟了 你一定要去瞭解你的內心要有力量 你內心的力量你才可以支撐你 長期的去幫助這些本土台灣人 從他們這個固著的注意力去醒過來 剛剛講吃虧就占便宜 劉球就這樣吃大虧 結果他們現在占到很大的便宜 太大了吧 小一點 旁邊沒有看到 1945年4月1號開始就成立 琉球列島美國軍事政府 在那個時候的當下 在那個時候 我們日本天王剛剛實施對台灣 台灣是日本的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台灣開始對日本我們有參政權 我們可以去擔任 擔任日本的軍隊 我們可以有參戰權 所以那時候當初 日本天王在對台灣實施黃明化的時候 真的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因為他們被滿清騙了 他們以為台灣整個都被滿清佔領了 結果一來到台灣 發覺台灣只有一條蚯蚓 我每次都講一條蚯蚓 因為那時候台灣 在滿清的地圖上面就是有一條長長的 左邊 那些屯蚓的峻 所以呢 其他右邊通通沒有佔領 那右邊是誰 右邊是高砂族的地方 所以高砂族會覺得莫名其妙 我平常都好好的 滿清有沒有對我們怎樣 為什麼日本一來 就要把我們全部的黃明化 所以才會實施 才會高砂族才會這麼激烈的 跟日本軍激烈對抗 他花了很長的時間 才完成台灣的所有的統治 所以呢 那個時候開始實施 1945年的4月1號 對台灣實施 台灣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台灣已經從日本的殖民地 正式提升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依據戰爭法 依據萬國公法 台灣就算被任何的國家佔領 也不能移轉主權 主權就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所以日本天皇他有所有權 他是這塊土地的房東 然後呢 那個美國軍事政府佔領了 他有佔領權 就像當初他4月1號 佔領琉球列島美國軍事政府 他佔領了 所以他馬上成立一個美國軍事政府 然後在8月20號他成立一個沖繩諮詢會 沒有辦法上下 我按錯了 然後呢 1946年的4月24號沖繩民政府 46年的10月3號 安美群島臨時北部新南島 新南諸島政廳公古民政府 1947年 距離那個 距離那個 那個打仗結束已經兩年了 再來再成立 臨時琉球諮詢委員會 琉球列島美國民政府 在1950年已經過了5年了 1951年4月1號正式過了6年 成立琉球臨時中央政府 然後呢 琉球政府 開始實施運作 花了6年的時間 所以對臺灣他應該怎麼樣 琉球列島美國軍政府 設立沖繩民政府 宮古民政府 八重山民政府 琉球列島設立美國琉球政府 所以呢 佔領臺灣應該是 臺灣美國軍政府 設立臺灣民政府 臺灣美國民政府 然後呢 他請 然後設立臺灣民政府或臺灣政府 結果他請中國 來實施 第二順位的 代為占領 代為占領呢 臺灣中國軍政府 應該要實施 應該要設立臺灣民政府 臺灣中國民政府的 臺灣行政長官公署 改制為臺灣省政府 設立臺灣民政府或臺灣政府 他都有做到前面 陶警任務做到 所以當初李登輝 他說要廢省 為什麼美國說不行 這是我們臺灣民政府 我們合法的機關 他一廢省 就更沒有萬國公法 國際法的利潤跟支持 所以那個時候 他 臺灣省政府只有動省 未來臺灣民政府執政 就會很快的 把臺灣省政府 就改成臺灣民政府 他在1945年10月21號 依照門軍學議 分配佔領日本臺灣 沒有協助本土臺灣人 設立臺灣民政府 所以臺灣中國政府的 臺灣省政府 在戰爭法架構 有協助臺灣民政府 政府設立運作的佔領責任 各位這些資料 各位在臺灣政爭時 在官網的左下角 那裡面都有 現在400多篇 你可以慢慢看 我建議各位 你要充實你的 這個 專業的法理的知識 每天 像我是每天一大早起來 上班之前 我就花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去看一下所有的官網的資料 你還可以如果 那個小朋友 年輕人 動作比較快 很多人就會上網 去論戰 你就可以去跟他們 溝通協戰 你會發覺你有在論戰 你的概念會越來越清楚 你不會跟人家打口水戰 不會在那邊講情感臺灣 政治臺灣 你會很清楚跟他講法理臺灣 如果我們年紀大一點 花個一百塊 像我打字比較慢 我就叫我女兒打 我有什麼意見 我就叫我女兒打 一百塊給他就好了 他自己打很快 他也很樂意賺那個 賺那個 銀金 對啊 你看到什麼想法 你可以丟個問題上去問他 問我會丟個問題 你在上面你可以 所以你怕洩漏你的本名 你可以用代號 用假名 你可以設音音美代詞 就是音音美代詞 才會上去跟人家講法理臺灣 沒有 所以齁 實現臺灣地位正常化之前 不能廢除臺灣 那個省政府 從1952年4月28號 中國殖民自己在美國當局認可 因為代理臺灣美國軍政府 得以繼續在佔領日本臺灣 但是 中國佔領當局沒有設立臺灣民政府 所以 美國當局現在完全有立場 親自執行日本臺灣佔領 這是我們的不斷的要求 請美國親自執行佔領日本臺灣 按照戰爭法設立臺灣民政府 中國佔領當局 對被佔領本土方面的 他們的兩面手法 我剛剛在講 不順從 你不要歸順中華民國國籍 你就只有死 依照戰爭法最嚴厲的懲罰 所以他說228號 他說國際戰爭法 是因為臺灣人抗辯 在戰爭地方 他如果有叛亂的行為是唯一死刑 所以他說他是合法 因為美國跟英國 他們就只有 因為已經叫中國在這裡 所以沒有辦法 就讓他們去像荼毒我們臺灣人 如果順從 他說我來解放中國臺灣 然後把盆土臺灣人 納入中華民國憲法體制裡面 企圖就地合法 將臺灣併入中國 各位看到企圖就地合法 也就是說 他從來沒有合法過 沒有什麼叫就地合法的 佔領不得遺傳主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對於中國佔領當局 臺灣人不順從 無法生存 順從會被視為中國人 中國人的兩面手法 讓本土臺灣人進退為股 我們現在美國就法院判決我們 在生活在政治煉獄 所以呢 本土臺灣人 我們要用兩手策略回敬 不要用暴力 用武力 他有機會來對付我們 不要像那些熱血年輕人 我跟你講 他如果今天對他們怎麼樣 真的有些什麼行動 他們犯法 他們犯法 他們那時候臺灣治理當局 有他的法令 那是很危險的 很容易插槍走火 如果那些年輕人 不小心打死一兩個中國人 那天街上拿著那個西瓜刀 他們如果跟他們火拼起來 黑頭的臺人 那些我們臺灣這些大學生 有必要跟那些 這個二三流的 那些俗辣去跟他們拼嗎 用武力跟暴力嗎 不用嘛 那我們就用兩手策略 我們要連結美國 日本 我們去年都一直在這樣做 我也去了日本 我也去了美國 我們就實施 臺灣地位的正常化 跟中國完全的切割 以後臺灣民政府 執政之後呢 我們會採取跟瑞士一樣 我們是中立國 我們跟每個國家都友好 他們要送錢 你不要賺 中國敢說來臺灣做生理很好賺 我們也來賺他們的錢 所以我們跟他們做友好的關係 我們跟日本也友好 日本本來就是我們的母國 我們跟美國也友好 雖然美國人齁 大家在那裡說 美國人齁真的是 他最 他最對不起我們臺灣人 他真的最對不起我們臺灣人 這五十幾年來 他們都這樣子裝作沒看到 然後稍微這樣一點好處補償一下 我們要的是 我們自己有自己的人權 我們有天賦人權 美國憲法裡面都保障我們的天賦人權 我們現在沒有天賦人權 這是美國欠我們的 我們要求他還 不可以說他們很尷尬的 你現在不可以說他的 我們需要扣贏 但是他們實際上就以他們的利益為主 我們就要自己自立自強 他們看到臺灣民政府有跟他們配合 他們還是有利可渡 所以我們現在跟每個國家都維持 友好關係 我們將來我們接政權 我們也不會跟中華民國有任何衝突 為什麼 為什麼 中華民國是把政權交還給誰 美國軍事政府 我們是跟誰接政權 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我們跟他們藏不夠水不流 他們怕他們的陽關道 我們走我們的獨木橋 他們去平壇去金門馬祖 我們連送都不用送他們 我們只要直接進去政府的單位裡面去接管就好了 所以他們一點點管的就沒有 這裡面就有一些民政當局的概念 我們怎麼支援 這裡面必修教材裡面 各位上去裡面看 標頭就是必修教材 我剛剛講到一些國際法理 各位要知道很多優先順序 你做事情要有優先順序 記住 我們做事情的優先順序 現在就是盡量推廣我們的身份證 推廣大家來上初級班高級班 4000個就額滿了 快額滿了 然後接下來 就是讓我們自己很清楚的 我們把我們自己準備好 我們來做對的事情 這個優先順序搞清楚 做對的事情搞清楚 你就立於不敗之地 台灣就有希望了 台灣的未來在各位手上 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一起來配合這樣好不好 今天分享到這裡 謝謝各位謝謝 各位同心 各位同心下個休息十分鐘謝謝 謝謝